關乎互吸局勢的關鍵一戰 黃斌FC香港迎戰太陽飛馬 兩隊都清楚勝利的重要 美硬的路線射到幾乎網都穿 黃斌開球四分鐘就領先 話就說早入球 不過原來只是黃斌危機的開始 黃威侵犯鄧景王 太陽飛馬得過十二碼 墨基做劊子手 但是被曾文輝把球接到實一實 大難不死的黃斌以為回頭有後腹 偏偏門柱頂著尾高的冷戰 無法指擴大優勢 黃斌接下來的時間 和對手展開漫長的拉鋸戰 拉鋸到77分鐘 一次意外足以致黃斌於逆境 鄧景王起腳 守住最後一關的曾文輝 漏了球進龍門 送份大禮給飛馬 追成平手的黃三軍想乘機反勝 卡拉力的機會被門柱壞了好事 兩隊追蹤踢成1比1 兩敗俱傷 踢完十二輪 黃斌得13分排第六 飛馬落後兩分排尾爾 只是比榜尾的日資傳JC神器多1分 互級的亂局變得更加樸索迷利 香港風聞電視記者郭子龍佛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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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